开会 今天下午是市长市政报告与咨询 我们按照登记的顺序来发言 第一位登记的议员周中站议员 请发言15分钟 谢谢议长 市长跟所率领的所有市府行政团队 包括我们副市长 秘书长 所有的局处长 主管 议会当然各位亲爱的乡亲 电视基层的朋友 大家欢迎大家好 我想很高兴 每次市长的市政报告执行 个人就觉得很愉快 因为可以看到市长 这段时间为高雄市做了什么事 我想今天这一次的市长市政报告 是我担任免疫代表三十年来 看到最爽快 那也是最有霸气 等于是最高兴的 不是说自己欢喜而已 护市长有点欢喜 尤其你最后那个节语 四季 高雄经严 十年有成 孔子是三年有成 我记得我的印象中 我特性没错 孔子是三年有成 那时候勉力 他的子弟兵 三当 比较认真 老师 你如果要做这个 比较适合 三当六个月 现在差不多三当 市长你打拼 十当 优秀 你也感觉 我想你的 人生就像你讲的 当市长 这个一路来 走来十几年 不需此行 我做民理代表 看看三十当 我做三十当 我的印象 一半都得议会 在议会待过 市长 你如果六七十岁 你也十几年 也差不多占了 将近两层的时光 在高雄市 市长的宝座打拼 所以我想 你如果要做 省就像 这一本 这个报告 这个简报 可以看出来 我看到几行 你看 我们一般的人 你看 我们中央最近 提出一个叫做 中央有财源 叫做前瞻基础建设 前瞻基础建设 赶安地空 我们高雄市 一个叫做 地空办的高雄市 重大亮点计划 跟它对照 一个叫做前瞻基础建设 对照高雄市的 叫做重大亮点计划 我再队下去 它就正出了 不少 很欢喜 市长 包括在第21厘 捷印黄线规划中 我看美国耀中应该差不多定案 应该定案了 应该不跳距了 我也很欢喜 我也很欢喜 但是不知道要多久 市长我想这个 防线争取是很多人的努力 我在想 包括我也建议 台北企划做一档一条 我说我们稍微 也要一次一条 市长 你任期应该将近三年了 三阶了 十来年 第十档 要认真说 要拼 当然这个办法 我定案 不是在市长 这一条 现在要三条 当然前面两条是 从乌敦立市长 那时候规划 这个谢长廷市长 下去新建 开通 我想 现在继续要有这种霸气 你的美当的一届 或是未来谁当市长 应该至少有一条以上的规划 要实现 不只规划 算了一堆都没有 我想这一堆大的 人 人性就是这样 咱们这三十年 人性的弱点很多 第一个建立忘义 第二建设忘有 第三 这个好意勿劳 第四 就是好大勿小 就是好大喜功 第五 就是喜欢 看到那些都是比较远的 比较远的 小的都有时候看不到 不重视 真可笑 应该要大小通吃 不要只有看到大的 大的固然重要 小的更要重视 我要说出来 盖甘丹的博友封城 市长你也看到 那个博友封城 你的路面 你的路平 你曾经讲说 要即将设立 叫做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这个很好 我跟你说 道路的路面 以前 这个德明路叫加工区 市长这加工区 这条叫德明路 很大条 这叫一支一号的道路 南指区一支一号 一支二号 一个叫做一支一德明路 对面的叫做一支二的加仓路 都四十米的 进去加工区的 这个要不破以前 我讲到哪 我想我们去年底 我们公务小组 去会看所有高雄市重大的 一些工程建设需要改善的 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个 我们公务局长 还有这个吴处长 这养工处长都有来看 至少都有诚信原则 有施舍 不减过市长 当然也要不要市长 不过市长 不过市长就偷偷地做下去了 这个比较重要 他跟我说不用去市长 市长就太高了 先做着 他说不用 接完就不可以了 这些你看完工之后的就很好 这些完工之前的很不好 市长 这不用花多少钱 不用想什么 黄线的这些捷运 整出到一千四百亿 不用这差不多三百万 八十多爽的 多开心的 所以我就讲 你在恢复前面那一段 再下一张 我想以前的中央市重北侵南 现在的地方 我觉得是重南侵北 到头边 过去的是重海侵路 现在也是 跟重海侵路 我个人的感受 也许你会有意见 不要紧 所以我的结论 我们所有的建设 一定要均衡发展 所有的建设要强调均衡发展 民生百地 地方为重 基层为先 因为他实实看得到 人人用得着 这样这可是符合公平正义 你会说 看到好 结论虽然做下去 真好真爽 但是我们不是在结论旁 我没有在搭捷运的 也许队友就不重要 但是你路面都白白看得到 看得到 影响得到 很高兴 很轻松 市长 这很重要 不要只有看到大的 小的都不去重视 这很多人都是浩大喜功 然后重大轻小 这个是最后就 无三小路用 我说不要再讲科学 第二我就有一些 建议案跟市长讲 我想72基重学区 在我们高雄都会公园对面 在我们汇丰里 它是一个重要的 包括市长的重大建设之一 地震及土开处所 我开发的 它在市长做成八岁零损 我是建议均迅速的理赔 因为它那个 这个工区已经开了两年多了 这个工区72基的 市长你记得 你的施政报告里面 有写82起的 就是兰子区公所前面的 那个寒洞 那是82起的重发区 已经完工再使用了 72起到今还没见 铁板都还是在四周围起来 不见天日 所以民意反应来讲 民怨很深 民怒很大 就生命财产对他们都造成 威胁施工的诚信 真的荡然无存 真的实在有很大的这个笑话 跟起始大入 然后再来 政府的工权 我觉得要进入 一定要介入 然后这个行政的效率 才能够提升 我在这一家市长 具体的建议 请地震级净数召开协调会 而且要针类防震系数的检测项目 你给它提减 你不能跟它说那些 有哪一些破损不是这样 包括防震是不是应该怎样都要给它增加检测 然后采用本地在地 因为它那个包商是 请那个什么 做了施工前的鉴定报告 是请台南市的结构祭祀公会 我觉得用在地的 我们本市的第三个工信单位 这样比较合理 尽快进行理赔 而且尽量采用现金跟住户自修原则 这个企定有建议 下一个 看这些都领损 它有用挡土墙 已经有侵卸 这些的现象 都有拖累的 再来 这家里面 这些已经有破损了 这些 应该鉴定 施工前施工后 这是进施工中 在今年六月就会完工 五六月完工 我想就请市长 责成地震局相关单位 赶快召开 既然即将完工了 就不可能会有重大的 重大的在影响 你不要紧出力 你以后地盘 还是大火 什么来 其他的那个什么 天灾地变 到时候百姓又怪你们 这我想应该再适时的 就要提出来 再请市长具体回应一下 简单 市长 你看这案 好 谢谢议长 谢谢衆議院 感谢衆議院的欧露 我想高雄市政府 当然没有一个政府 可以做到100分 但是我们已经进步 进散进美 另外我想我特别答复 就是七十二起重划这个部分 他们整个磁砖松动 到道路的裂缝的部分 已经修复完成 大楼这个部分 我的签地政局 跟他们协商 那我们一定会有第三的公正团体 来做他整个 所有的工程的鉴定 那我觉得我们一切都是 透明公开 该高雄市 我们的地政局 承担的部分 绝不逃避 但是我想一定要公平合理 没错 我们会处理 谢谢 谢谢市长 就请相关单位 有提到的地政局 跟土开出 谢谢 下一个议题 现在水利局正如火如土地在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整治 尤其是家户接管的工程 在施作中 要给我一个 预柱的香罕 刚刚市长有谈到过 在我们这些 花了这个五千多万 开发到这个南指区的这个南昌路 香罕的改建 但是这另外一个 这是 热情路的香罕改建 以及我们 右昌街的香罕改建 都造成很多路面的破损 气息修缮改建 就民众新生 就政府的形象 在路面破破爛 很吃辣 就政府的这些行政效率 交通安全 行政的这些生命财产 都有相当的帮助 所以应该要早日来处理 请市长 要责成相关单位 争取中央有关单位的补助 再来 各局处横向的沟通 要加强协调 减少民运增加效率跟效益 改变工程设计的方案 跟应该合理的规范扩大 它修缮的补天的范围 你不要说只做一米 补三米那都不够 有时候不够 因为你那关键的一米 造成两个路面 你这个路面应该三公尺 结果你光做一个 没有三米 所以你挖一米补三米 那个规范不一定合理 应该争取中央更多的预算补助 提高行政效率 右昌这我跟市长报告 你看到就可怜 右昌这118号前面的路段 已经一个月的胜水 都没有办法解决市长 很简单的 你看到这边看路面就知道 看下去 改变开挖来就责改善 下一张 这个 右昌街 再来 再下一张 你看这个热情路 中央也是 FRP的湘含 排水干管 改成为厂住的 结果你看这做这个 你这样这两步 看了有够 市长你如果看到这个 这挖一米补三米 好像很标准 但是你补下去 百姓观感如何 真的有够弱 因为你下去 虽然符合叫做 挖一米补三米 但是一挖一米 影响所有的路面 市长我讲 应该要扩大合理 不是说一米三米 那个就是可以了解决 以前旧的那个思维 不一定符合现在的 百姓的这个观感 跟一般的这些 合理的范围 再下一个 下一个 河光街109 像这个已经都路面 都破损了 过路锅还没做 再下一个 再下一张 后昌路718 像市长 最简单的 这也是都污后锅 跟那个什么 要衔接家户这款 你挖这样下去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市长你看到就知道 我应该合理的 请相关单位 譬如你如果加工区 长边我讲的 德明路 南市加工区 就请经济部来花 共同负担一些钱 港区港务局 还有那些什么 中缸那些很多工业区里面 周边的连结车 那边全部都请相关单位 来付接 合理的负 这些负担使用者付费 重车连结车 什么偷板车 全部都他们在压 市长 我们高雄市 没有很多材账 去处理的 所以我跟市长报告 这很多重要的 你说那些什么哈马新 电线电纜 地下化景观很好 其他的左南区 右昌 这些很多电线电纜 应该都地下化 还有我们重大的 我昨天去参加 那个香蕉码头的活动 轻轨捷运 重大工程在做 交管都没有做好 那这些力已经有本来的 大铁码都已经难用 大有本 以前的 都不止大铁码来的 他们的以前的 造成那个整个国二特征 交通大戶案 有关理 謝謝周議員 有關你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有些完成 有些還沒有完成 如果水利局在這個部分 有做得不夠 我想我們的水利局這個部分 應該立即去做最妥適的處理 剛剛周議員提到 地心郵輪來 我們的博爾特區 交通管制 交通動線 有很多造成有若干的混亂 那我覺得我們的交通局 觀光局還有相關的基礎 我們內部應該要檢討 因為今年的立新郵輪 是以高雄作為母港 那會有很多郵輪 郵輪一下子再來的 這些郵輪的觀光客 大概是一千五百到兩千 兩千多人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動線上有哪些可以改善得更好 包括整個我們隊 怎麼來迎接郵輪這些郵客 那市政府這個部分 那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在檢討 我們一定會來改善 謝謝 那就一併要求我們的水利局 那這個水利局 我就請他們針對你說的這個部分 好 謝謝 我們一起向我們的文化部 爭取一個七億的經費 那在舊港區的部分 我們整個佈局在亞洲新灣區 那其實我要說的是 其實從京都議定書 一直到整個巴黎協議 對於世界環境的保護 其實台灣不能缺席 高雄也不能缺席 那所以其實在中央部會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就宣示 2030年台灣要減探23% 那我想同時間 我們在今年的10月1號到10月30號 我們要選擇哈馬興 辦一個生態交通盛典 那我想這個生態交通盛典 從2015年開始 市府各局處的會議高達16次 有3次的委員會 跟13次的小組會議 可見什麼 這是從2009世界運動會以來 高雄市政府很重視的一個國際活動 那我想生態交通盛典在高雄 它要主張什麼 因為我背不起來所以我念一下 要讓民眾感受生態交通 帶給社會經濟健康 以及基礎上的好處 那它的核心的精神 就是一個社區一個月 綠色低碳運聚的使用 那它主要內容 是生態交通的示範區 然後也會辦 國際生態交通的研討會 那以及低碳運聚的展覽 最後是社區參與的 參與的一個社區活動 那所以我在這邊 有幾個問題我想 問一下參與的局處 我第一個先問的 沒有在這裡面 可是對於整個生態交通盛典 很重要的一個局處 我要問一下 我們一階輕軌 什麼時候會完工到哈馬新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感謝主席 感謝檢議員 那個我們一階輕軌的部分 我們預計在6月的時候 可以完成鋪軌 那鋪軌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 整個測試的運作 那之後也繼續辦理 我直接問你 在生態交通盛典 辦理期間之前 有沒有辦法 OK從西灣到西市市場 可以 保證沒問題嗎 我們會朝這個目標努力 目前我們都照這個進度在執行 好 局長請坐 那我想 輕軌的完工 就才可以符合整個生態交通 因為畢竟 輕軌一階是市民 陪我所期待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市政府針對這樣的活動 有13個局處 6個工作小組 好我現在要問公民參與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演考會主委 目前整個在地居民 公民參與的程度 有沒有什麼狀況 以及他們相關的意見 那我們辦了怎樣的活動 來引導他們 對於這樣的活動的認識 是不是請劉主委可以回答 請主委回答 謝謝議員 我們演考會主要是 負責公民參與組 公民參與組是不只演考會 很多局處參加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我們有定期的 跟里長的座談會 每一次都有 幾個局處長 跟里長來座談 看能不能解決 當地的一些問題 第二個 我們有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不直接 跟生態交通有關 但是跟哈馬興這個區域 譬如說我們 大家提案 最後有五個提案 譬如說古山國小的 親子的設施 類似這樣的 還有當地的監視器 去找出哪些 要優先來修復 第三部分就是 國小的生態的 交通的教育 這個教育局跟 交通局 一起來做 好 主委請坐 我想 各局處都有努力 從去年五月份開始 停辦公開說明會之後 各局處我也知道 每個月都會跟社區的領袖 相關的幹部 包括待機的協會NGO 進行相關的溝通 這我很肯定 可是有個現象 我還是想提醒一下 古山區的里長 他們在上個月 他們自己自費 自己出錢 去韓國出錢 那我很肯定 市府很積極 知道他們這樣的行程之後 我們也特別的安排 他們這些里長 去水源市去參觀 其中有一張合照 所有人在那邊拍照 可是我發現 有個狀況 就只有一個哈馬姓的里長 願意入境 這部分我想請明一下 民政局局長 在這樣的溝通過程中 跟里長溝通有沒有問題 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前議員 我想其實在過程當中 的確不是一定那麼順利 但是我們一直努力的 在跟地方 這十個里的里長 一直不斷在溝通 其實也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也解決了很多 里長跟在地民眾的一些疑惑 好 謝謝局長 我還是很肯定 市府單位一個積極 就是說 你們知道他們要去出 你們說安排 他們去水源市 他們也願意配合去 那基本上 我要提醒的是一個部分 到目前為止其實 還是有些聲音 需要我們更加努力 去做一些克服 畢竟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也可以增加高雄 跟台灣的能見度 那不過地方的溝通 還是很重要 好 接下來我問 食物上的一些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環保局局長 就是說在這個活動裡面 環保局扮演的是 怎樣的角色 是不是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檢議員 那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有關於 當地的一些老舊車輛的 相關的汰換 二行程機車跟四行程機車 這些老舊的部分汰換 以及就是新購這些電動二輪車 含電動機車跟電動輔助自行車的 這一個加碼的補助 這個部分是第一個 環保局負責的 第二個部分是在 10月份生態交通慶典的時候 一起來辦理有關相關的研討會 跟交通局 然後結合環境教育的 一個這個部分一起來辦理 以及辦理相關環教的 這些設施的一個展示 主要的是這兩個部分 好 我必須要提醒局長 就是針對機車的部分 因為電動機車的價格有高有低 那我們補助可能就是 會受到政府的一些補助上面的限制 這份清理再多費心 那另外我直接要問的是 好 活動期間 當地居民的垃圾你們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所有垃圾車 都是實化車輛 那你用怎樣的方式去克服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有空間有機會 我們也許可以用一個示範的電動垃圾車 在這活動期間來針對哈馬興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活動來做這樣的設計 不曉得局長你覺得怎樣 跟議員報告 有關於現在所謂的 全電動的垃圾車 全台灣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掛牌 沒辦法上路 這個全電動的包括引擎 以及壓縮垃圾的這兩個部分 所以目前來講 垃圾車的部分來講 就是說電動的這個部分 只有壓縮的部分 引擎的部分還是必須用到才有 那在這個慶典的期間 我們環保局我們會來調派有關於 所謂的壓縮式 用電動的壓縮式的垃圾車 到哈馬興這邊來收運這個垃圾 現在古山清潔隊有一步 有一步就是它壓縮的時候是用電動的 那預計今年會再撥一步過去 如果來得及那就可以接得上 如果來不及 我們會從其他的區隊 把這一種壓縮式的 用電動的壓縮式的垃圾車 調到哈馬興來做一個服務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我還是比較期待如果說未來有機會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有電動垃圾車的一個產出 好 接下來我要問一下 那就是針對這個活動 勢必會來很多 從國外來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問一下秘書處 你們有沒有充足的能力來接待這些外賓 請處長做一個回應 請處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就像議員剛所說的 從2009世運到2013的亞太城市高峰會到去年的群友港灣城市論壇 其實我們高雄已經有很充足這個接待國際的一個經驗跟自信心 所以其實我們是準備好的 謝謝 好 謝謝秘書處那麼有信心回答 秘書處他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好 這樣那麼大的活動 最重要的是行銷 我要問一下丁局長 以你的財氣 你覺得要怎麼推銷POMO這樣的一個活動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跟議員報告一下 首先當然我們最基礎的這些新聞的發布跟通知 通知各個媒體相關的活動的訊息 這是最根本的 那其次我們將會為整個這個活動來拍攝一支CF 然後在電子通路進行播出 那同時呢 我們今年的那個吉祥物的相關 很受到歡迎的吉祥物活動 我們也會遺失到哈馬興就在聖典的同時來進行 希望能夠吸引到相關的人潮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最後幾個問題可能要請教主辦的交通局的陳局長 那我想從去年的五月到現在 我知道市府團隊各局都動起來 對這件事情在地方上一直在奔走 其實還有一些問題我們需要去做克服 第一個部分 什麼時候你們要去齊津 跟齊津在地的居民做溝通 因為大概從這幾個月開始 齊津的居民都一直在關心這樣的事情 他們在擔心 未來整個哈馬興生態交通月之後 他們如果騎機車他們如何進出 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在地民眾還是有一些疑慮 更需要交通局這邊跟相關的舉錄相關去做配合 再去跟那些民眾去做一個適當的溝通 讓他們了解一下 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帶給哈馬興有怎樣的未來跟願景 那我想我還是要重提一下 其實 從去年的市政報告到今年的市政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高雄市政府很用心在經營救港區 跟救城區 他們希望這邊可以成為一個生態的 生活的 油氣的 一個 一個新的亮點 所以 選在哈馬興 也許 目前整個居民的狀況也許 反對一半 或贊成一半 我也不清楚 因為我出去總是聽到反對的聲音比較多 這部分也是要提供給在座的官員做參考 那未來溝通我們要如何進行 那以及 其今 人他們如何進出哈馬興 在這一個月 是不是可以請陳局長做回應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前議員的關心 剛才議員特別關心到我們其今居民 怎麼進出哈馬興 特別是在我們辦理活動這段期間 這個我們最近也已經有擬定一些替代的方案 然後準備 要先跟幾位其今的這個里長 區長先做一些說明 那我們背頭這個資料 我們就開始來進行 先跟議員簡單的說明 主要就是說 我們整個一個月裡面有分成不同的層次的活動 那特別是在辦理剛才議員有提到的那個國際會議的期間 那個是我們最主要希望能夠呈現我們未來在哈馬興裡面 有一個可以達成的這種生態活動的這個社區的概念 所以主要可能跟這個哈馬興跟奇今這邊比較有關的就是這一段 我們目前會選擇用那個替代的渡輪的航線 目前我們有提供兩個方案 但是一個最近的就是我們會使用這個一號碼頭那個地方 所以跟回到這個古山那邊是不會很遠的幾乎是一樣的 未來這一條航線還可以作為我們開闢新的 促進這個從這個博二的這個一號碼頭那邊到奇今的新的航線的四航 還有就是未來可以作為這個一號碼頭到這個哨船頭 哨船就是海巡署前面那個那個碼頭那邊的一個航線的一個準備 所以這個是未來有未來性的 所以主要那一個禮拜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奇今居民的一個接受 我們稍微做一下這個轉換 至於說後面的三週我們會利用哈馬興裡面的某一些道路 做一些雙向的調整或是利用側邊的道路 比如說在濱海二路我們就作為它進出哈馬興的一個主要的道路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讓奇今居民配合我們這個活動是在盡量不受到影響的情況之下 可以來讓整個活動往前推動 至於說跟地方上的溝通剛才議員也非常關心 我們除了每一個月會跟里長有進行這個意見的溝通 甚至接受他們建議的這種改善方案之外 我們也已經進行了林長這個層級的這個溝通 那店家我們也非常看重 因為最主要未來能夠留下來希望能夠活絡整個哈馬興社區 甚至是在店家的引進裡面可以做以後永續的經營 另外就是學校NGO團體我們也持續在做 對於一般的居民部分我們還得要再努力 真的是還得要再努力 那所以我們目前進一個階段就是希望能夠有所謂地方上的一些意見領袖 成立所謂的社區宣導團 讓我們的這一些方案還有這些理念能夠進一步的 讓更多的這個第一線的居民能夠了解 共同來討論說我們可以接受的這一種方案 那至於說剛才議員所提到我們深的希望說市政府集中了各個局處的資源進去以後 不是只是為了那個十月的一個活動 而是說這個活動的過程跟未來都能夠留下哈馬興一個很好的一個再造的一個建設 包含社區的改造 包含我們所引進的這一種商業經濟的這種形態 希望能夠做出非常有特色的這一個產業出來 那另外就是當然地方上的生活品質特別是在交通面向 剛才我們環保局長也有提到 我們加碼的補助這個社區裡面 包含二行程的車四行程的車還有我們新購的車 這個都比我們高雄市其他區塊補助的非常非常高的這個金額 我們也期待說大概在這個月底 我們公佈了以後很快的能夠知道民眾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方案 能夠換這個電動運具的情況是什麼樣 透過這樣的一個運具的改換 未來大家還是一樣有運具在這個哈馬興裡面去運行 所以這樣就不會造成過去民眾說我沒有辦法在這個期間裡面 有那個行的問題會抽到限制 那當然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說配合大眾運輸還有新的這個低碳運具的引進 去協助其他市民朋友需要進出這個哈馬興生活的這種需求 或是來進行休閒觀光的需求 我們希望整個在各個局處大家共同的合作 以及地方上相互的努力配合之下 真的可以作為一個示範區 這個示範區當然受益的一定是哈馬興社區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社區 也能夠延伸到其他高雄市更多的社區 推動這個生態交通的概念 大概以上我簡單的補充 因為我們現在共同那麼多資源 不要變成自己的自信的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這樣參觀的影響 是 謝謝 謝謝簡歡中議員 接著請郭建盟議員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議長 首先先藉這個機會 跟議長 跟市長 跟所有在場的官員 議會同仁 跟大家在在感謝 今年大家 我的爸爸 郭金發 很突然的走勢 讓大家都相當不捨 也對家屬是很沉重的打擊 還好這段期間有大家的關心 陪伴 郭爸爸這段路走完畢不孤單 真有尊嚴 對今年到第一次的大會這段 借這個機會 謝謝議長 謝謝市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關心 今天把這個機會 要跟市長跟議會局長的收長 討論有關我們校園學童食安的問題 為什麼在這時候來提出 主要在去年的八個 有一件相當大的進展 然後在新的政策 從106年的學年度 就是今年的七個月 我們所有的小孩 全國的小孩的校園午餐 都可以吃得更安全 免於黑心的威脅 但是這個政策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今天我要透過這樣子的呼籲 跟市長報告 也要透過這個場合 讓我們的交易局 跟我們的農業局 跟我們的衛生局 大家要動起來 為了我們的孩子的食安 一起來努力 我真快跟市長做一個報告 去年一百年開始 我們台灣的食安風暴一直來 一直來之後 讓過去推電幾十年 問題稍微有黎黎黎的 這個食品溯源標示 開始鹹魚翻身 因為只要有溯源標示 就可以讓所有的人知道 你吃的東西是什麼人的 黑心商人 如果他敢黑心 就立即曝光 所以這些標示 在農委會推展的過程裡面 只要你有四張EQ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製造者 你可以看到生產簡歷 甚至它的都會行善力氣都看得到 所有四個標示都有製造者 如果照這種四個標示 比較起來 正好這個農 這個產銷履歷農產是最好的 因為它所有的標示都有 這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只要藉由這個機制 每年的 今年的漏氣 所有的小孩吃飯 他所吃的東西 從餐桌到產地 全多路 全部可以知道它的產地來源 這是相當好的一個機制 2014年 教育部就推展用手機 你只要這句現實 我們就可以用手機 看到我們中島 思維國小 信義國小 哪一所學校 中午的營養午餐吃什麼 其實在2014年就可以查到 但是只可以查到哪裡 從餐桌一直到供應山 沒有辦法到產地 因為你只要討論到產地 過去中央 只要營養午餐出包 三個部會會推來推去 教育部 農委會 衛福部 因為它吃的東西 不管是成品 辦成品 甚至加工品 不同的局處管轄 一直到去年的8月 發生了一件事情 農委會副主委開個會 它全部 驚人之語一共 從去年的9月開始 你只要營養午餐出問題 檢驗問題全部找我農委會 它打起來了 它只要一天 過去了 多頭馬車 大家都要完結 情形就不會再生了 所以它打起來有什麼好處 幾年八月十九 教育部的國教署馬上跳出來 也跟農委會一起宣布 我們所有的營養午餐採購飯本修正 要買四張一Q 而且從106年學年級 還要加一週一隔一天的有機食材 大人現在就沒有吃這種標準 在座你們這些公園可能也沒有吃這種標準 我們要先讓我們的孩子先來享用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進步 所以今年如果要去 對手機就能清楚看到什麼 看到這道菜是什麼人種的 不是什麼人主的而已 什麼人種的 黑心商人從此以後 那些公園都可以輕易地被挖出來 所以農產履歷 產銷履歷這個政策 台灣進展的 從去年來講是相當快 問題是 如果說它的發展進程 日本在2001年的時候 因為發生了狂牛病 再加上2002年 有雪印農產公司 和一間完紅農產公司 去偽造這個食品的產地 造成日本人所有飲食上的恐慌 所以2002年日本就開始對於牛肉 要求所有你生產牛肉要販售 都要有產銷履歷 在2001年的時候 立法擴展到所有的農產品 所以你們如果去日本算 你們要注意 拿他們的農產品拿去看 你也可以看到有QR Code 手機把它吸進去 就可以看到三個是在對的 日本從2010年開始了 我們台灣現在要外銷 讓水果跟農產品去到日本 抱歉 你要照日本的幾季 我們台灣現在的農戶 只要他外銷到日本 外銷到國外 他還要配合國外的法章 去做產銷履歷 日本2010年就可以開始 代表這個是一個可以實施可行的政策 不會做不到 問題是對我們的考驗很大 我們回到問題 我用五個簡單的問題 但是有一點複雜 要來跟市長 要來跟我們的各局處報告 這個是一個艱難的挑戰 第一 所以教育部修改這個四張 一Q在106學年度要開始用 這個現在我所知道 全國各縣市只要在一百下 上半年已經有六間 六個縣市在試推行 下半年要推展到全國各縣市 現在已經在搶菜了 農糧署說 縫心全國有一百八十公頃的 標示農產品 要給學生吃只要五萬公頃就夠了 一百八十萬公頃加五萬公頃 對起來不到一趴 產量絕對夠不用怕 可是事實是如此嗎 我問了新北市 新北市其實在102年 他們就開始推行了 一共基本上他們在推行的時候 也搶不到菜 理由是什麼 農糧署講的是對的 可是那是要算數 因為今年的所有的標示農產 全國各地的民眾都在吃 喝飲飲飲飲飲 所有的客人要搶到吃的時候 會不夠 所以他們都透過什麼 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的農業局 我們的農業局 開始去因應了沒有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還要有一餐 要有機食材 有機食材 大家自己買過 價值幾個杯子 標示這個食材 有標示可數人的食材 差不多幾一兩聲 營養午餐的成本一定會攀升 我們現在是四十七塊國中 四十四塊國小 到底吃會去嗎 有夠吃嗎 吃會飽嗎 有夠營養嗎 有夠營養嗎 讓這個價格大家負擔得起 要讓去 問題要去到剛才好 不會有烘台 我們有沒有想的機制去因應 接下來 落實四張EQ 中央分工的很細膩 農委會 全部擔起來 生鮮農產的這個抽驗 衛福部做成品 半成品加工品的抽驗 教育部做衛生安全集合 中央負責聯合機場 照價的原則 我們的電機關 分工好了沒有 不是那麼簡單 我舉一個例子 跟市長報告 他一定會去 問題是我們不一定會去那麼多 一定會發生偷工減料 怎麼頭髮減料呢 近情路把發生 直接標章是偽造的 你要怎麼查去 標章偽造 這種例子過去就有 還有呢 他有標章是真的 問題喔 他黑心 他去投價的東西進來 用他真的標章 你要怎麼查 各局處怎麼去協調 所以 怎麼樣去防止 下游是什麼人 煮的人 煮的人喔 欸 他 他套 你外面 你買後 他套 他套 他買嘛 他還煮 他就可以 食散廠商 他就直接套這個價 價的標章食品進來 價來 你也會遇到一件事情喔 農產公司 是不是會把 菜上面沒有什麼名字 他是外面 搭一張招 會把沒搭招的菜拿進來 你怎麼樣去防止 再來呢 這你都防不勝防啦 我們現在最成功的 包括高雄市推展的 吹哨子的條款 現在黑心食品 你要對內部 我公司完工把他檢舉 檢舉 給他獎金 我跟你說 我們這個也抓不到 你要不要建議中央 一樣有吹哨子的條款 讓我們一樣有這個機制 否則防不勝防 還有一個 高雄一共有358所學校 我們偏鄉偏到那麼下 你可能水果買得到 你素材在雲家南 你敢買得到 你以為農娘市說他要搭招 高雄甘搭招了 搭招好嗎 再來 最後 一間這個食材登錄 我們已經推薦差不多兩年 現在你看到這個照片 這是韭菜炒豆芽 韭菜炒豆芽 2005年的照片 2015年的照片 2016年的照片 2017年 三年都用一樣的照片 代表他搭一張照片在你搭 我們看到的照片 不是他每天吃的 當然沒有規定說他要每天搭 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把家長搭招招 對就是要看說 你今天吃什麼菜式 問題我們的輸入機制太過複雜 讓學校只拍一張照片 直接我怕你換菜式 我就用這張照片給你用 都會讓這個機制打折扣 如何讓好的這個登錄機制 能讓學校跟業者都做的確實 讓我們清楚看到小孩子吃什麼 講到這邊 要把市長報告 困難當然很多 問題高雄市的困難 我覺得比人家少一點 為什麼 我們有成功的機會 第一個機會是什麼 我們的身份比人家多 因為我們358所裡面 有301所的營養午餐 是我們自己有廚房 我們自己還有廚工 我們學校自己買菜 自己煮 所以我們不用去外面賺一張 還有22間 是怎樣 是我們自己買之後 叫人家煮 只有35間是外面自己買自己煮 所以我們的器材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方便 我們挨得住 我們有成本優勢 今天呢 我們第二個成本優勢 市長 我們高雄市比人家進步的 我們對幾個年前 我們就開始建築 肉品要買CAS 今天的館市 現在還會買進口的肉 進口的肉比較燙 有時候計較差兩倍到五倍 問題我們早就幾個等了 我們早就開始吃CAS 我們不會因為這次要考驗CAS 我們的身份貴到最高 所以我們過去已經有這個優勢 可以成長了 還有一個優勢 我們高雄水垢很多 你知道嗎 去年水垢是很貴的 貴的館市園 還是水垢吃金鳥的 台北的金鳥很小的 為什麼 貴 高雄的金鳥比較大 因為我們三地比較近 所以我們高雄市 有這麼多優勢 問題也有很多考驗 是你們 中間商跟既得利益者 一定會出來阻撓 你本來都把我買得好 你現在溯源去 你直接去三地買 我怎麼搖 我中間商怎麼搖 他一定會出來抖 還有 我跟你說 最熟悉的農民 他是非標章的農民 他一定會來抗爭 市長你會記得 當時經歷 露報不是CAS的蛋農 來幫我們抗議 那輩子 那輩子我也黏黏 問題 那輩子 你夠膽要進步了吧 他如果讓我們抗議 是不是我們要把中央討金 和副度 給他有標章 日本都可以 在201年的全國實施 為了我們高雄的農家 沒辦法繼續進步 讓市民 吃得更好的 安全的食品 這都是困難 今天把大家競爭 要拜到市長 用力的應用力 給高雄23萬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郭議員 對這問題如此深入的探究 那我們跟你一樣的關心 因為如果今年106年 要開始實施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準備的時間 其實只有三個月時間 所以我們是跟農業局 做密切的合作 在CAS的肉品的部分 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蛋也沒有問題 長年都是這樣 那我們所要追究的可能是 這個水果跟蔬菜 是不是符合四張EQ 那這是跟農業局做聯繫 最近都在密集討論 那另外有些偏鄉 我們像田辽阿聯 就直接有這個小農共益戶 跟學校做成 幫他們做謀合了 那目前是這樣 那我想希望農業局這邊 應該全力可以完成 這個四張EQ的 這個生產者的 這個履歷跟這個 我當然希望我們是有信心的 教育局會做萬全的準備 不過議員剛剛提到 重複的照片 因為我們這個系統 就避免重複登錄 如果你是同樣的菜色 它自動就把以前的照片放過來 也許我們應該換幾張照片 好 請農業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郭議員 在這裡跟郭議員報告一下 那麼高雄市 我們蔬菜 包括菇蕾 一年將近有17萬8千公噸 那水果將近有28萬公噸 那麼高雄市的營養午餐 所有的協同在一協連裡面 將近使用的4Q一張裡面 我們將近需要到6千公噸 也就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只要 我們的小農跟我們的學校合作 讓小農去從事他學校所需要的一些蔬菜 那是沒問題 第二個要跟議員報告的 今天所謂的營養午餐 不是只說我想種出營養村就好 我想一個食農交易應該不只是這樣子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的營養午餐工業 其實在後段的田間管理是相當重要的 那高雄市在這幾年推動 限制合併推動了以後 我們有機變機是全國第一個 還有就是水果的有機變機 那我們生產率也是全國第一 那所有每年 我們連續得了三年的一個 就檢驗的次數都超標 也是全國第一 那學校的營養午餐的檢驗也是全國第一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因為為了 不只是做一個提供食材 而是要做一個後段的檢驗 是比什麼還重要 另外我在這裡順便要報告一下 食農交易最主要是應該讓協同知道 它這個蔬菜是從哪裡產出來 應該認識這個蔬菜的名字是什麼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不把一些時間 它會把它帶到我們的農村裡面 做一些體驗式的活動呢 對不對 那這樣從往下扎跟軟實力提升了以後 如果高雄市一個處處都是一個安全的農業的話 那高雄的晚上如果說我家庭情況比較 經濟情況不好的話 我去買一個也是安全的 對不對 我希望的未來的一個農業的一個 食材的發展應該是一個全民的教育啦 全民的教育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 請市長說明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郭議員 讓高雄市的孩子 所有的高雄市民 能夠吃到安全的食品 當然這是高雄市政府努力的目標 好 那我想今天高雄市的農業局的努力 那高雄市政府的團隊是大力的支持 我們有農業基金五億円 就是特別對於我們這些農業局 在從事任何安全農業 不管水果 蔬菜 包括農椅等等 我們都是大力的支持 這樣的一個目的 無悔就是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無論你是好怕什麼 我的感覺 政府的接任就是要讓它安全 所以說我想整個郭議員提到 我們未來在教育局 農業局 衛生局 我想市政府跨局處的合作 那我們一定會努力來做一些把關 那現在教育部他們也有修訂 所有的學校食材的工作 供應的契約 他們這個契約 大概四張一Q 這個都很清楚 那現在所有的學校 就依照教育部所訂的這些換本 這些契約的換本 作為他們未來 不管是跟小龍 還有高雄市所有蔬菜 包括龍魚肉等等 這些的一個基本的契約 總而言之我們會盡 我們市政府的責任 為我們的孩子 他所有私的安全 做一個嚴格的把關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相關局處 對郭議員今天提出來的質詢 怎麼樣子 我們能夠做得更確實 怎麼樣子 我們能夠善盡政府把關的責任 我們會努力 謝謝 謝謝郭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謝謝